水里国中女竹队成立仅仅三年 去年夺得全国第四后 京都在传捷报 勇夺全国中等五人制足球联赛第三名 虽然没有完成一开始所设定的冠军目标 但面临接下来五月底的全国赛事 让女孩们是相当的有信心 我们参加的是中等学校足球联赛 然后我们拿到的是第三名 这个成绩不是我们预想中的成绩 我们预想中的成绩是第一名 从一开始预赛没有打得那么好 但到决赛的时候我慢慢变好 就是比较敢拿球 然后又把人卡好了 教练就是说在训练的时候就要做好 本来以前训练的时候是100% 现在训练的时候要变200% 这样在比赛的时候才可以就是发挥的比以前好 就是有就是比之前的成绩好 所以还是会多一点信心 教练也指出 去年夺得全国第四后 就设定夺取冠军的目标 虽然一步一步的调整选手们的状态 但由于孩子们的压力也非常大 因此这次的比赛有点帮手帮脚 初期的目标我们还是一样是设定在冠军上面 但是因为孩子们在第一场比较紧张 那其实我们教练跟家长们也给孩子们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那导致于小孩在上场前是很绑索绑脚的 那我觉得这是联赛做不好的地方 但是相反的从第一场到最后一场 其实孩子们有慢慢的把自己的平常的训练 然后跟要求自己的部分在一场一场累积上去的时候 到最后一场其实我觉得我越做越好 教练也强调 目前设定的目标就是五月底的全国冠军 这次第三名对于孩子们也有很大的体力作用 因此目前除了基本的技术以及体能以外 在训练中也会让孩子们能够在面临高压的环境下 依旧有出色的表现 当然因为希望透过四月的这个中的联赛 然后孩子们其实蛮失落的 那在平常的练习上面也非常要求他们 那希望在五月的比赛 他们可以尽他们的所能 然后最后是希望他们可以享受比赛 主要是针对他们压力的部分 那因为小孩在有高压的部分 他们会比较绑手绑脚 所以也容易掉球 那在平常的训练上 就是一直非常要求这件事情 学校也表示 这是能够获得全国第三相当不容易 目前水里国中女组队有相当出色的成绩 不仅会踢球 在读书方面也有出色的表现 欢迎喜爱踢球的孩子们 都能够选择加入水里国中来就读 记者邱平易 水里采访报导